感谢关注哈萨克斯坦中央人银行宣布本国的外汇储备高达940亿美元 也就是说美国的美元是哈萨克斯坦第一 经济衰退和社会危机的最重要的经济基础 哈萨克斯坦多年来通过石油和天然气的出口 实现了半国的经济的腾飞 使得哈萨克斯坦有信心在2050年进入到世界发达国家行列 而石油的能源的来源也使得哈萨克斯坦经济结构过于单一 经济的长期衰退与油价的低迷有关系